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月博记》第25章 这一章的经文是比勒达月博第二个朋友 对月博的这个回应 整章的经文很短 只有6节 他的回应是回答月博之前的一种的表达 之前月博在第23、24章里头 月博一开始就说他要寻找上帝 因为他要跟上帝对话 他要为他自己正在所面对的这一种的困难 这一种的处境 他需要向他说个明白 他盼望能够见到上帝 但是他苦寻不着 他找不到上帝 在第24章昨天我们看的经文 他有一点点好像在埋怨神一样 他说这个世界许多的不公平的事件 上帝难道不理睬吗 上帝为什么不做点事 上帝为什么不回应 让恶人好像为所欲为 让恶人好像非常的昌盛 然而在昨天的经文的最后 月博还是说有一天上帝仍然要审判的 这时候 彼勒达在第25章这里就回应月博 我们看到彼勒达的回应已经跟他之前的一种的表达了 有一点的距离了 有点不一样了 之前他一直要证明月博是个犯罪的人 要悔改 只要回到神的面前 上帝是公平的 上帝也会怜悯 月博犯罪是三个朋友 一个很共同的论据 但是在第25章 彼勒达的简短的回应 他大概是看不过眼月博的一种的表达 你可以把自己放在彼勒达的位置上 你去听月博的这种唠唠叨叨 好像上帝欠了他一样 对吗 他要跟上帝辩论 因此彼勒达在这里 他就表达 他说 上帝是谁 上帝是那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 我们看到彼勒达一发言 是充满着权威 因为他是要为上帝说话 第二节那边讲什么 他说 上帝有统治之权 他是世界的主 他是世界的王 他有统治之权 他的威严可危 而且上帝的位置是在高处施行和平 他的军队算不过来 他的光 这一个是向所有的人都照耀 上帝不会不公平的 上帝是在高处 是在另外一个的境界 上帝是有一个崇高 高处的眼光来看世人 彼勒达想告诉岳伯 岳伯你讲你要跟上帝辩论 你算牢籍 对吧 你算是什么东西 你难道有上帝的眼光吗 你怎么能够跟上帝辩论 你是牢籍 对吧 我们看到 这就是彼勒达的表达 因此他说什么 在第四节 他说 在这样子的一位高高在上崇高的神的面前 人在神的面前怎么能自说自己没有罪呢 怎么能够称义呢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心悦的因性称义 他的意思是说 人怎么能够靠自己称义 妇人所生的 哪里有圣洁的 不要讲人 连上帝所创造的月亮星宿 那个月亮的光 星宿的光芒 在上帝这一个真光面前都显得逊色 何况是人 人是好像虫子一样 好像糟糕 这样微小 那么的没有价值 这是彼勒达的表达 六姐妹 你觉得彼勒达表达的怎么样 他说的对吗 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说他讲的没错 上帝的确是那崇高的 上帝是那高高在上的 上帝是那个用他的威严同管一切的那一位 彼勒达的这一个角度 上帝是超越的上帝这个角度 是完全没有错的 在神学里面 在系统神学 当我们谈上帝的上帝论的时候 我们也会从两个角度来去思想上帝是谁 第一个就是向彼勒达的表达 我们讲到上帝是超越的 高高在上的 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他是那永远存在的神 但是在神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讲说上帝是灵在的 上帝是靠近人的 上帝虽然高高在上 但是他却是愿意靠近人的 他是愿意去辅救谦卑的人的 这是圣经的表达 他是愿意用他的眼目去查看遍地 寻找敬为他的人的 他的耳朵是聆听以色列人的呼声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面对法老的 这一种的避害的时候 他们向上帝祷告 上帝的耳朵是聆听以色列人的呼求 上帝是那一位因为怜悯人 把他的独生儿子差遣来到我们当中 成为人的样子 住在我们里头 与我们认同的那一位 弟兄姐妹 这就是上帝 我们如果单单只有彼勒达的表达 我们错过了上帝的很人性的那一面 上帝很靠近人 靠近他的创造物的那一面 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要这个角度必须平衡 如果我们只把上帝的灵在当成是唯一 忘记了上帝的超越 那我们心里面对上帝少了敬畏之情 那也不对 这个角度必须平衡 然后我们就发现到在彼勒达的表达里面 他为了回应岳伯 他看不过眼 他看不过眼岳伯那一种要跟上帝辩论 要站在上帝面前 要向上帝伸冤 直接面对上帝的 彼勒达看不过眼 他说 丽婆 你是老挤 对吗 你难道可以跟上帝辩论吗 连月亮星星在上帝面前都毫无光芒 何况你这个好像虫子一样的人 彼勒达的表达没有完全错 但也不完全对 上帝按照圣经确实给我们看见 他是怨因靠近人的那一位 我们怎么知道呢 从耶稣基督我们就看见 因为主耶稣说 人看见他就好像看见父 他把那上帝看不见荣耀的上帝的像 在人面前显明了 我们怎么知道 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 那一位活在我们当中 倒成了肉身 成为我们的朋友 成为我们的拯救者 成为我们的陪伴者的那一位 感谢神 我们的上帝虽然崇高 却是愿意靠近我们 聆听我们的心声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谢谢你 你是崇高的神 你却又是靠近我们的上帝 帮助我们 我们的眼光要平衡 我们要敬畏你 但我们也要愿意敞开心 来亲近你 因为你是愿意与人亲近的神 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